今天很高興能夠到陸軍大漢營區 以及龍城營區 來探望各位官兵 弟兄姊妹 在這兩個營區 我看到陸軍的弟兄姊妹們 每個人都是精神抖擾 士氣高昂 這就是平時部隊精良訓練的成果 非常好 請各位繼續保持 剛才我也釋導了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換裝飛行訓練 也聽取了旅長的簡報 等一下還會再去檢視模擬機訓練的情況 劉東邀旅是陸軍的精英部隊 有一流的人才操作先進的武器 捍衛北部地區 確保國家安全 各位的責任重大 所以今天我要特別來看看大家 給大家鼓勵 陸軍是國軍的基礎 是嚇阻敵人進犯 保衛國土安全的堅實戰力 同時 當遭奉天災人禍時 陸軍更是防護民眾生命安全財產的主力 我們陸軍的弟兄姊妹 一向有最強的應變能力 長期以來 在每一次的救災任務中 各位的表現 都讓台灣的社會有目共睹 災難在哪裡 陸軍就在哪裡 只要看到各位 人民就會安心 在成平時期 軍隊的戰力反映在救災的表現 在過去一年 國軍積極投入救災 王氏陸軍就派遣兵力將近9萬人次 國軍救災的表現獲得社會肯定 也用實際的行動贏得人民的信心 不僅重建軍愛民民進軍的關係 也讓民眾相信 一旦遭逢外敵入侵 這樣的部隊 絕對可以捍衛國家 保護民眾達成任務 陸軍航特部隊平常的訓練很艱苦 但正是這樣的訓練 才能打造出最堅強的戰力 社會對各位的期待很高 這樣的期許 確實是很大的壓力 所以當表現不如預期的時候 責難也相對的比較強烈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各位 都是國軍最精銳的戰士 我有信心 大家會用精實的訓練 最好的表現 一點一滴贏回社會的認同 我也承諾 一定會當各位最堅強的後登 元旦假期快到了 感謝戰備留職官兵的辛勞 更要謝謝我們全體國軍 24小時全年無休守護國家安全 最後我要祝各位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謝謝大家 因為有消息傳出說 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好相關的應處措施 也請國人放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各位 感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